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玲 今天為各位帶來鬼魅之刃作品中的人物介紹 我妻善意 先打個預防針 本次人物之介紹 將會盡量以動畫釋出的劇情做解析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有看過漫畫 所以我會避開漫畫後面的劇情 還請有看過漫畫的觀眾手下留情 好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有沒有被這一位 金王頭髮的可愛少年給吸引目光 叫聲十分洗腦和對女孩子的反應 還好讓他多到能夠做表情爆的誇張演繹 算得上是整部作品中的開心果 它叫做我妻善意 當作品開始時年齡為16歲 比貪智狼大一歲 這也是指貪智狼成為鬼殺隊劍士後 與善意出世相近的年齡 雖然出世登場雖然都是同期 但善意絲毫沒有作為大一歲的哥哥班 直接在觀眾面前上癮了爬衣求愛的情節 最後還是善意絲毫出來結尾的 恩... 結果看到這段時 就覺得這角色怎麼這樣哭哭啼啼的 挺不正經的 喜歡吃高級甜食和高級料理 透過鱷魚老師所寫的公式書說 如果善意沒有成為劍士的話 他就會變得很肥 興趣是雙六和花札 雙六就是一種桌遊 在那亮時代時由唐朝傳入的一種遊戲 有點像是現在的圍棋 屬於靜態類型的遊戲 花札是一種紙牌遊戲 能夠和我們手邊連結的物品 就是撲克牌 看了以善意的興趣 說不定到了現代 他會成為一名賭神吧 動畫配音的部分由 聲優夏禮宏老師擔任 比較能讓各位熟悉的配音角色 應該又是這一位了 對嗎 那是感謝的感覺 優勞地聽到話 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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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來聊聊善意的出生經歷 早年的善意為了幫暗戀的女孩子 和他的男友私奔 而被騙走了許多錢財 早知他身無紛紋 身上還背著巨大債務 善意啊 真是傻得有點讓人心疼啊 這時一位昌老的真影出現在他面前 這位白髮髒髒的老爺爺 出面為他還薪的債務 他成為了這位老爺爺的徒弟 老爺爺的名字叫做 桑島池霧郎 是專門培育雷之呼吸的培育者 為鬼殺隊中的前名柱 從此善意和慈悟郎便結下了師徒之情 接下來的一年裡 善意都在爺爺的嚴厲指導下修行 不過善意卻屢次逃學 並稱自己很喜歡爺爺 但是自己沒有什麼資質 這樣爺爺的教導只會辜負爺爺的期待 並爬到了書上 想要做最後的掙扎 這當然受到了爺爺的反駁 不過就在兩人你一言我一句的同時 一到不知道從哪裡的閃電 打在了善意身上 直接把他的黑髮染成金色的 也就是初登場的那個造型 爺爺簡直極壞了 趕忙跑上前來看善意的傷勢 所幸於善意並沒有大礙 只是頭髮被染成帥氣的金色而已 隨後善意便學會了雷之呼吸的第一型 霹靂一閃 不過善意也只有學會第一型 雷之呼吸共有六型 這讓善意的同門師兄快樂很勢不爽 快樂也是持無讓爺爺手下的徒弟 他和善意不同 是會把雷之呼吸除了意志性以外的其他型 全學起來的徒弟 他認為爺爺給善意訓練根本是浪費時間 說著還把吃剩的桃子扔在善意頭上 在訓練的期間 善意也是屢是想要逃跑 不是被爺爺抓起來 就是掉進爺爺的陷阱裡 爺爺不懈的訓練善意 最終善意完成了訓練 前往了鬼殺隊的陸隊選拔 是要在山上生存七天 這座山上有先前鬼殺隊抓來的鬼 必須通過考驗 才可以加入鬼殺隊成為烈鬼劍士 本身心膽小的善意很是恐懼 不過作品中並沒有加帶善意的選拔過程 基本上鏡頭都在炭治郎這邊 善意的出生場也是在這裡 就是那一位在一旁發抖 變狼狼者總有一天一定會死掉 那種上戲化的金髮少年 善意的傳遞訊息怨烏鴉 也是很奇葩的是一隻麻雀 看了二瑜老師的親兒子 反思都要跟別人不一樣 成為烈鬼劍士的善意 最初遇上了他的童騎 炭治郎和他的鬼妹妹 Netsuko 而兩人也是在這裡結下同伴之情 隨後兩人便來到任務的地點 鬼之家 善意因為膽小的性格 和小孩們一同躲在炭治郎的身後 我說你啊 你這身長鬼套裝 還有帶獵模式可以隨時啟動 你這樣膽小的像個孩子 是居核心啊 隨後前腳踏進鬼之家 後腳門便重重關上 然而一道苦聲襲來 走在前面的漢字郎 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善意這時是崩潰的亂吼亂叫 想和正義一同逃出鬼之家 並在途中相遇的第三個小夥伴 嘴瓶伊之柱 逃跑的期間 善意和正義遇上了一隻舌頭鬼 這讓膽小的善意簡直嚇破了膽 拉著正義就想要往外衝 不過 他們可是在鬼之家 哪是能說走就走呢 很快的正義和正義便被這隻鬼追到了牆壁 眼看他們就要成為鬼的晚餐 別到這隻正義卻睡著了 這卻來說應該是嚇暈了 倒頭碎去的正義 讓鬼不宜有他的使出攻擊 就在正義絕望大喊正義的名字時 一道金光斬斷了鬼的舌頭 使用一個手掌遮住了正義的臉龐 他抬頭一看 是那個已經碎去的毛利小五郎 咳咳 是那位正義先生 正義散發出了不同以往的氣息 並迅速擺出拔刀的姿勢 閉著雙眼 呈聲道 雷的呼吸 一隻的肩 一隻一隻 話語落下 正義化作一道金色閃光衝了出去 刀人落下 鬼還來不及反應 頭顱便飛了出去 然後再用帥氣的收刀聲做結尾 當初在追翻時 看到這一幕 真的覺得這幕 猶如正義所使用的雷之呼吸一樣 快 狠 準 且秒慫得跟小孩子一樣 下一秒這個轉變 搶得不像一個人 所以有人說他是專業代打和睡著 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不過 善意就是善意 不同於毛利小五郎 是真的由柯南來代打 雖然本人並不知道睡著時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身為一名 通過鬼殺隊入隊選拔的人 本身 他就會是個不凡的強者 不過善意的這個PTE閃 並沒有讓我有什麼經驗感 也不能說沒有 只是感覺沒有那麼強烈 只是感覺到他其實是能打的 只是表現得很弱而已 接下來的這個場面才是讓我對善意改觀的重要一幕 善意隨後和正義打的重量出了鬼之屋 迎接他而是剛才遇到的統計聲 竹竹伊之柱 伊之柱察覺了箱子裡的鬼妹妹 而想要將其給斬殺 才不知道箱子裡是什麼東西的善意 還在選擇保護了貪治長所說的 他最重要的東西 不惜被伊之柱打來筆記念臉腫 誰目恰好被剛掌回韓凱的貪治長看到 就因為是貪治長的一句 因為箱子裡頭是很重要的東西 並捨棄一切保護了那個箱子 感化是受傷 光憑這一點 善意你就是合格人的主角了 也可以從這裡看出來 善意是一名富有情義 而且十分善良的人 雖然敏銳的他也察覺了 箱子裡頭可能是鬼 但出自於信任 還是選擇保護了他 這一幕確實更新了我對善意的看法 解完鬼之家的任務後 這群小夥伴 便來到紫人花之家 紫人花之家是曾經被獵鬼人拯救過的人 他們會免費無條件的為獵鬼人提供 餐飲、住宿、盥洗、療傷等等的服務 在夜光下 三個小夥伴一同躺在榻榻米上 善意見都沒人提起箱子的事 便起身為向炭治郎 誰又得到了炭治郎的感謝 並稱讚了善意幾句 而善意單純的像個孩子一樣 抱著枕頭害羞的滾來滾去 他也是個單純的男孩子 誰又箱子忽然動了一下 膽小的他便嚇了想要逃離這裡 就在拉開紙門準備爬上去的時候 Nezuko從箱子裡探出頭來 露出了員工的雙眼 隨後長大成少年的體型 這幕給善意的心 投下了一顆原子彈 喬上扭曲成圓形的表情 不等炭治郎解釋 善意覺得剛剛被山豬攻擊 都白白負傷了 他受到傷可不是要讓炭治郎 和那麼可愛的女孩子輕輕摸摸 所以便舉起刀想要了結炭治郎 雖然這只是鬧著玩的 但之後善意便專情於Nezuko 一改先前看到女孩子 就噗過去的糟糕形象 變成了一位專情的男人 整整要說到山豬的風神之戰 是在那天蜘蛛山上 與蜘蛛兄的戰鬥 一開始 蜘蛛一如往常展現給我們觀眾 生性膽小的樣子 喊只內自口才讓他鼓起勇氣走進去 不過這份勇氣也只於遇到蜘蛛兄之前 正常來說 遇上鬼的鬼殺隊隊員 應該是要拔刀一戰的 蜘蛛這裡卻是逆向操作 先跑再說 這讓蜘蛛兄覺得蜘蛛很弱 還質疑他是不是獵鬼人 當然 身為歷史者的鬼 也不會放過這坨眼前的肥羊 果不其然 爬上樹想躲避械的蜘蛛 嚇暈了過去 失去意識的他 從樹狀掉了下來 經過回憶和爺爺的家時 蜘蛛忽然低沉了吐了一口氣 胎改先前軟弱的姿態 將樹幹作為踏點 一刀斬向蜘蛛兄 蜘蛛兄被嚇了一跳 並朝蜘蛛吐了一口痰 不料 卻被蜘蛛騰空躲開 一番交走後蜘蛛兄發現 蜘蛛從頭到尾都直白著同樣的動作 所以斷定他只會一招 果然是個弱小的烈鬼人 並命令小蜘蛛攻向蜘蛛 覺得蜘蛛兄認為蜘蛛死定之時 雷光轟然炸開 強烈的衝擊力 瞬間震飛了原本包圍蜘蛛 蜘蛛低沉到 蜘蛛的呼吸 一隻的肩 一斤 一斤 独裂 畫臂 三翼化作雷光 穿梭在蜘蛛的攻擊之間 所有攻擊在他的無敵閃現下 全數慢動作 一番奇遇四走位後 迅速的斬下蜘蛛兄的頭 蜘蛛兄到死都不敢相信 是被眼前的黃毛所殺 便在悔恨當中消失了 這裡特別想要提一個地方 就是這一幕的運鏡 從三翼踏上蜘蛛師騰空 然後再到展向蜘蛛兄時 鏡頭切換的那瞬間 如同霹靂一閃一樣 在經費、生有演技、霸氣的BGM下 如果遊戲有所謂的3A大作 那動畫17集的這個片段 也能夠堪稱動漫界的3A名場面 這一戰也是讓生意封城的地方 讓之前覺得他只是個脫屏的觀眾 徹底閉上了嘴巴 從最初一開始 總是講的慫話 把自己說得好像一副很弱小的樣子 但這個男人只要拔出刀 所有的戰鬥都會指向秒殺 真的是所謂的 講最慫的話 打最狠的架 從以上幾點介紹 我對善意的看法及評價 可以分成3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很弱、很慫、很膽、小怕事 覺得這傢伙一定是個脫油瓶 第二部分就是 其實很強的嘛 是個難打的傢伙 也意外是一名善良的少年 第三部分就是 這是我看到霹靂一閃6年之後 說出的第一句話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樣子 善意這個人物 並沒有所謂明顯的成長過程 像蔡市長那樣 有玲瓏師傅的指導 還有師兄、槍兔和義勇 從無到有的陪伴 雖然他的成長過程中 有植物狼爺爺的指導 不過他總是講得怎麼逃跑 這樣和探刺狼那樣 辛苦修煉的人 是會差很多的 也就是說 善意也許天生就具備那麼強的實力 只是需要環境去觸發 但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經過修煉 畢竟沒有爺爺這號人物 就沒有善意這個角色了 最後就要聊聊善意的PD一閃 很多觀眾都會覺得這套很帥很霸氣 但縱觀動漫界裡那些只會一招的強者 像是火影裡的麥特凱和小禮 只會一招八門盾甲 並且登峰造極 都可以看見李小龍的身影 不怕敵人練一萬種招式 只怕敵人同一種招式練了一萬遍 這和爺爺貶麗善意實說的話語 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百次不行就一千次 一千次不行就一萬次 努力不懈的往前 總有一天也會變成一名強者 打扮你只需要一招變足矣 這就是我七善意 今天的鬼滅之者人物誌就到這邊結束了 以後如果有時間我會做一齊善意 和失踪快樂決戰的人物誌 因為那個部分牽扯到漫畫劇情 動畫還會演到那裡 考慮到有些觀眾可能沒追漫畫 所以就留到下一次再為各位觀眾介紹 請各位放心前面都會設有防雷線 可以安心服用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追蹤我喔 如果喜歡影片的內容也可以分享出去 你們的支持是我繼續創作的最大動力 感謝你們 我是小玲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